Money 财经节目,I'm Annika Faye 踏入2020年后,恒指一直向上 今天曾经上过29,000点楼上 之后后径不计跌回来 高位见过29,150点 之后有些失手,上高位之后下回来 最后曾经跌到28,790点 今天收市会28,885点 全日成交价比上两天更多 1,191亿 我们先说说大致 恒指的走势图 其实今天看到高位之后回落 再看一看图 其实现在还算首稳8月以来 一个上升轨 下面有条线上升轨 现在上升轨只要守着27,000 就没问题 这个机会也很大 因为和现在有18,000的距离 都很难跌穿 再看一看上网 看到去年6月的前浪顶 也有一条线我们画了 就是29,000点这个位 29,000至29,100这个位 今天曾经高位见29,150 之后就下回来 都可以见到沽压都比较大的 还有明天就有贸易战 见到中美双方就应该在明天 就会签订一个协议 如果市明天有机会再走上去 高位都是见到这里 又自由掉头回落的话 都可以确定到暂时的阻力位 都会在29,000点至29,100点左右 可能要稍事整固之后 要等其他好消息之后 后续可不可以follow up 之后才有机会再上 那要等什么时候呢 可能就是签完协议之后 看看中美双方会不会有什么进一步 下一个阶段的协议何时谈 或者市场可能会淡静一点 等农历年回来之后 看看一些内地数据 或者新增贷款 会不会有好消息之后 才会再说 那我们今天呢 其实讲一下恒指的时候 都见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腾讯那里了 那腾讯占比重多于10% 那现在都控制大市很多的比例 那见到今天股价 都有一些先高后低 高见413元 那我们看看股图 那见到今天呢 高见413元之后呢 就只有掉头回落了 那最后呢 曾经是跌穿了400元 跌到397元的水平 那到收市呢 又还有400元守住 那但是 那问题就是 那今天先高后低 这一枝的阴烛呢 见到在走势上 是比较危一些些的 那为什么呢 其实讲回这件事 就要由2018年讲起了 那如果深水清的朋友 都记得2018年3月呢 腾讯大股东 NASPERS 南非大股东 曾经在405元那时配股 这个配售价 当时 当时 当日的收市价 439元 是低了差不多8% 那之后腾讯就开始跌了 那看到一张图 又写着了 那一路跌跌跌跌跌到260多元 之后才上回来的 那为什么405元这个位置 就这么重要呢 因为405元这个配售价 当时配售了一个很大量的股份 那大家 即是市场也好 投资者也好 散户也好 都是用这个做指标的 那之后大家买货的时候 都是拼上这个价 而去沽货的 那就是说有很多货 都是看着这个价去食股 那我们见到 2018年的6月 去年都曾经上回400元之后 就回股的 那今次都不例外 那上到昨天406 今天上到413 立刻见到大量的沽压 很快下午就已经跌下来了 那就是大家都已经有一堆蟹货摘住了 那你说了 其实腾讯260元升上来 这段时间 有这么多位可以走 或者跌到260元那么多 那应该没什么蟹货 就是没什么几多货剩的 那就不是这么说 因为腾讯持股的股民 通常持货能力是比较高一点的 因为买了腾讯 都想着长渣 或者不怕 就是不怕蚀钱 那所以呢 见到他400元 立刻沽货之后 那360元 370元 都很多人买回 之后每天405 那大家赚16% 就可能走了 那所以呢 相信腾讯如果再上不到405元 或者其不稳这个400元的水平 都有机会拖累过大市的 那说现在 就是恒指最高五只市盈率的股份 其实我们都看看 现在就有 38港交数 33倍 终身制约 177 就31.7倍 那腾讯呢 其实都排在第四位 29.3倍 之后就顺与28倍 那样 其实这五只股份 和恒指现在11倍的市盈率相比 其实就高出一大截 但是它们是热炒股份 炒了这个市盈率呢 都有机会令到市 有些炒作到尾声的时候 都会整固的 那好处还是有个北水流入 看到其实这几天的北水 还是持续的正流入 到港股那里的 但是流入的方向 可能由腾讯去到美团 或者阿里巴巴那里的 那大家都要小心这件事情 那你说了 如果腾讯 港交所这些炒作 这么厉害的股份 去到30倍市盈率的时候 那怎算好呢 我们今天都想说 其他市盈率比较低的股份 那第一个就是 中资金融股 是现在市盈率比较低的股份 那第一个就是 中资的保险股 那其实现在见到2318 中国平安 我们看看图先 那其实中国平安 今天呢 又曾经再上过97.405 这个高位 那都是一个近月的新高 那为什么说平保呢 那平保其实呢 一路都说 大家都说90元的时候 一路变成熊底股 但其实这个熊底 等了很久很久 都差不多有一年了 都见到未上过的 那见到它由去年的八九月份 都一路到现在 那五个月都是横行 90元到96元的水平 再看一看 其实之前呢 曾经上过几次 93元到98元的高位 都破不了 那今天再升一个percent 那因素就是因为 它和新地就在欺购 可能会在西九 新地皮的地王那里 就会投资一座办公室 就是办公大楼 是平保旗下 作一个投资项目 那刺激的股价上升的 那刺激的股价上升的 那看回平保 其实近这一排 一路还行的时候 其他股都上升了 那它的股值呢 其实跟之前中人秀呢 所以开始又有一段距离呢 变回它现在又大幅地 跑输中人秀了 那中人秀 我们之前说股价会大落后 那些人大家追落后 追追下 现在看到平保的市盈率 其实都不够十倍 反而中人秀呢 就已经十二倍了 那息率大家都是三里松一点 那其实 那股值呢 是大家差不多的 那其他的内险股 当然股值是比他们便宜 通常都不够十倍的市盈率 那但是以平保 还有那么多分岔的概念 就是陆金锁那些 讲了那么久 都还没上市 那其实都还有很多的爆发空间 那再加上一件事 就是A股仍未升的 A股现在还在三千一百点左右 三千点以上 那其实内险股和A股的 就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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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连度比较高 因为呢 因为A股 就是很多内险股的投资收益 都是在A股上的 那我们都可以预计到 平保还有这个上升动力的时候 那今次破百 都有机会真是试一试 那可能试完1,2,1,3 之后又下来 那另一类 就是中资银行股 那为什么选中资银行股呢 刚刚说过最高市盈率 就是最高市盈率的 五只股份 藤枝里面 就全部都28倍 29倍 30倍 那其实最低的五只那里 其实就全部都不够六倍 但是说的 很多都是内银股来的 例如中行 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 甚至建行 工商银行 全部都不够六倍市盈率 那现在恒指11倍市盈率 那这些低市盈率的股份 就开始有追捧 那还有 比较有趣的是 我们可以看看内银股的股图 以939为例 战斥银行 那939股图 就是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看到它每年年头 都会先升一阵 到年中或年尾之后 才会有一段回落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就是 在近年 内地经济一路放缓的时候 通常一月二月的新增贷款 比较多 刺激到一个内银股的声势 再加上中央都会 通常都会将一些 输困措施 或者刺激经济措施 放在头三个月 就是可能两会之前后 那炒作的时候 大家的憧憬都会炒到 憧憬之前 就是二月左右 那一二月的时候 通常都是比较旺些 所以令到 建前银行这一类 内银股 就有个声势 那这次也不例外 其实见到现在 那四大内银股 就是建隆工中 那中行 中国银行 市盈率是最低的四倍多 但其实见到去年的表现 它是最差的 其实跌了1.5% 那龙行呢 就没有起跌 那其实建行和公行 虽然都没有跑赢大市 但都叫有个 比较好的回报率在 那分别是4%和7% 那但是现在讲息率的话 其实大家都是 五厘半到六厘多 其实相差就不算太远的 那选择就选择 增长好些 或者股价表现好些 那我们选了建行 那为什么选建行呢 那中行跑输大市 跑输大市程度比较高 想追落后呢 都未必追得到 因为见到很多 就是还有很多阻力位 而公行呢 现在现价呢 见到上前浪顶附近呢 就有点阻力的 那我们再偷一次 建行图画 其实它现在都是在前浪顶附近的 但是它呢 就见到成交多些 还有我们都可以拼下它 今次是升得穿 因为现在还是刚刚挑战的初段 拼去可以挑战前浪顶之后 就可以再上到5%至6%左右 都是一个不错的短线炒作来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 焦商银行3968 其实呢 港升幅呢 它就比较劲一点的 那就是去年又升了三成以上 那其实但见到现在呢 就是上到高位之后呢 就一直还行 没有再突破的空间了 那还有市盈率方面呢 它也有差不多9倍 是内营股里面比较高 就算是高增长一点 就是下年市盈率 可能只有7倍左右 那息率又是只有3厘 那所以呢 直播程度呢 就是以稳阵来计 都比较低一点的 那如果大家可以 追求内营股的话 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建设银行 那如果中资金融股 还想看下去呢 就是平暴啦 那但是腾讯那些呢 就可能真的要稍事整顾一下 那反而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美图 这些呢 现在在这三大ATM 就是阿里巴巴、腾讯、美团 这三个 那其实见到腾讯 真的相比之下 走势开始先行转弱 再加上今天同系的月文 那些都开始有些跌幅的时候呢 那我想大家可以转移阵线 去到看美团 或者阿里巴巴会好些了 那我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了 那下星期再见